這段視頻是要說一下這個密GUI 主介面上方那個視訊編碼器 的這個 Configure這個 就是這個設置這邊配置這邊 然後他的H.264的這個設置說明這一個 好那這一段的那個圖文的 教學頁面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 這個網址 這樣子 好 那也可以點一下訂閱跟這個 好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就是 就是跟大家一再強調這個地方 他這個主介面打開的時候 上面這個是那個 視訊編碼器 也就是視訊編碼的界面 下面的是音訊 音訊編碼的界面 他這個是 個別處理的啦 不能說我 把這一個整個看成這個一個 一個東西 他這是完全是分開的 一個一個在處理的 那 這一邊 要說的是 上面的這個視訊編碼器的這個 用那個 用那個H.264的這個 這個 這個configure的這個說明 就是這個配置的 OK 那我們要了解一下這個 H.264也可以叫這個 AVC 就到這個 維西百科這邊 去大略看一下 那他這個 參數 很多啦 那我們只講解兩個部分 兩個重要的地方 一個是用什麼方式取樣 跟用什麼方程式壓制 用什麼方程式壓制 這樣子 只講這兩個部分 因為其他那個 我們那個不是專家 那 根本就不懂 我們只需要知道取樣跟 用什麼方程式壓制 這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的那個 輸出的副檔名 我們把它切成這個 這個 他這個應該是念那個 我記得是念Raw吧 Raw Raw R的一樣Raw 就是 原始 Raw這個ABC 那這是那個 沒有封裝過的 意思啊 就不要跑封裝了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 比較好識別 比如說 這個 你轉換處理後的那個文件 就是點 那個 264 在哪裡 呃 出列過後的就是像這樣的副檔名 點264 就是從這邊設 那再來就是我們點擊這個 那個 config configure configure 它這個其實全名是念這個啦 configure 呃不能念那個configure 那我們知道意思就好了 那到這個界面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上方這裡 啊不是先點一下這個 loader default 之類 就是重置 將各種參數重置 點一下這一顆 好了之後我們再點一下這個show advancing advancing的這個 sentence這個 settings這個 就是show這個進階頁面 進階選項這個 advance 看一下 advanced advanced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順序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啊他這個encoding這個mode的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個用什麼方式取樣 用什麼方式取樣 那我們一般用這個quality就好了 他就是指品質啊 就是預設這個啊 quality 那以前的那一種是取那個比特瑞的 有沒有就是pass 2pass這種 是比較常見的 他這一種是比較是就是會 他是取那個破壞性的 啊這個quality是使用這個品質係數的 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用預設這個品質係數 他就是 用一種好像是一種無損的方式取樣 好他是用這個品質係數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的 他這個地方的觀念有點跟我們相反 我們的觀念是越大越好 但是他這邊指的是 那個處理圖的範圍 圖片的範圍 他就是越小越好 好在這邊是相反的 這個quality你設的越小有沒有 他的畫質越好 取樣的畫質越好 但是他的容量會變大 他出來的容量會比較大 是這樣子 好這個 這個地方你可以 那這邊我是建議你可以先從這個24.5開始 那你看一下你覺得那個畫質 覺得 蠻差的 不太好 你就把他降到22 用22開始 這樣子 這樣子 因為這個22 他包啊 就是說 他有那個 那個 KB數 那個取樣的那個馬率還會再拉高 拉高的話就是畫質好嘛 然後容量會越大 就是我們打開一個影片的時候 那個 譬如說我們打開一個影片 的時候他是這裡啊 我們就是這個視訊的這個video 這裡 這個太大了 這個很難解說 有沒有 他的比特約就是取樣的意思啊 不是講這個 這個是那個 講的比較 那個 比較好解說的我看一下 這個 他這裡的 這個比特約是1600 是這樣子 那你我現在把他調到 QUARITY調到這個數字 這個地方 QUARITY我把他調到這個22 的話他可能變成 3000 好像是2500以上 大概3000 那你這邊 24.5的話 大概是2500 這樣子 他是根據這個畫面的 質量來 他會是做一個判斷 所以說這個地方是根據你壓的影片做調整 他這個 觀念是相反的 就是你調 設置越小 但畫質好 但是容量會比較大 是這樣子 那你一開始就是24.5 或是25開始4 這樣子 再做上下調整 那再來是這個 Preset 就是說你要用什麼方程式進行壓制 他這邊有什麼四角 小菱形 六面模糊 雜蒜那一些的 那些太 那些是 那個 就 不清楚他實際上的運算 那我們就使用 他這個壓制的 速度 好這邊 你越向左邊有沒有 越向左邊這邊 壓制的速度越快 壓制的速度越快 但是他的畫質越破爛 因為他使用的方程式比較簡單 他使用方程式比較簡單 他可能是一些視角 的一些取樣 他壓制的方式不是取樣 那他壓制的時間會比較快 但是畫質會很破爛 那越向右邊 越向右邊 有沒有他這個Slow就是慢速的意思 他壓制的方程式複雜 然後他壓制的時間比較久 但是他的畫質比較好 這樣子 他畫質比較好 是這樣子 那一般建議你使用這個Fast就好 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電腦可以掛比較久的話 有沒有 你用這個Slow就可以了 Slow 就可以了 LOW 用慢這邊 這個慢速 這樣子 因為 大概 他這個Slow就已經要 影片的兩倍時間了 譬如說我今天一個電影 兩小時 用這個Slow他就要 壓制他就要接近快四小時壓制 這樣子 那 你再把它調更慢的話 Slow 這個 這個 不一定比較好 因為可能你壓出來那個影音播放器他沒辦法解碼啦 而且他的壓制時間更久 他的好處 他的好處就是說 他的容量可以再縮小啦 那畫面的話可以更加 就是說比較 比較更好一點 但是 時間實在太久了 所以說 一般你 你 就是用到Slow就可以了 這樣子 那一開始你先用這個壓 那當然 你這邊的話 也可以使用那個官方預設的 你乾脆什麼都不動了 然後這邊過一個進階選項 這樣子一個 你這樣子也可以 就是 你先用那個 他預設的這個23 或是這個 Medium 中等這個 Medium Medium 這個 中等這個 Medium 這個來 做進行壓制也可以 好 這樣子 然後OK之後就可以點儲存這樣子 這樣子 那如果你 冬點西按 有沒有 冬點西按不知道射到什麼地方去的 沒有關係 我這邊亂按什麼 亂射什麼的 沒關係你只要點這個 Load Default 這個 重設預設值 這樣子 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你這個 還有一種情況是 你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 沒有關閉那個自動升級 就是說這個 這個MeGUI 他有升級的話 他會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之後 你要把那個再點一下這個Load Default 是這個 讓一些參數值 重新預設 避免那個新的參數 沒去 載到 這樣子 避免新的參數值沒載到 是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地方 調一下 調24 OK 那再來的話是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觀念啦 就是說一些概念 就是說這個 這個 上面的這個 這個選項 取樣的這個選項 到底是指什麼 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跟下面的 跟這個選項 Preset的這個 這個是取樣 這個是 壓制方人士 它這個到底是指什麼 到底是在幹什麼 這樣子 跟大家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圖解 這樣會 比較好 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樣子 這個圖解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這邊的這個是上面的這個取樣 這個是取樣 取樣的意思是 我把東西抓出來 抓出來 的一個參考值是這樣子 他還沒有壓 還沒有 進行 影片壓制 真正在影片壓制的時候 是 這一個 是這一個在壓的 那這一個是只是一個參考值而已 他只是一個取樣 這樣子 那假設 前面 一些文章有講 講過 那我們一般有六個步驟 就是我們這個 在壓 影片有六個步驟 那前面的一些 那個 分離 再來是 那個分析 解碼 然後再來過濾 等等這一些的步驟 他那個只是 只是把那個 把影片 處理過來而已 還沒有做壓制 的動作 還沒有做 甚至到 取樣這裡都還沒有算壓制 這樣子 那這個 他這個功能 只是 取樣出來 就是說 他這個是 組件方式 的處理 他前面的那一些 只是這一些 組件的 處理 只是到 這個步驟而已 前面的步驟 他圖片 到這裡的步驟 那到這邊的 取樣這邊就分了 他的參考值是這裡 那我今天設一個比較好的 參數 這樣子 比如我設一個參數是 22 22好了 算比較好一點的 他 取樣出來的 參考值 會接近圖1 他會接近圖1 就是說這兩張圖會非常接近會一模一樣 這樣子 那我現在 用一個畫質比較差的 遠離啊 比如用一個30好了 用一個30 遠離一點好了 40好了 40 好40 但一個參數有沒有 他就已經開始模糊了 就已經模糊了 就一格一格的撞 這樣子 這是取樣的部分 好 然後把他拉過來一點 然後再來是壓制了 這樣才算壓制 到這邊 才是我真正要開始進行影片壓制 到這邊 再拖過來一點 已經看不到那張圖了 這個是取樣 這兩張圖是取樣出來的 那再來才是壓制的動作 那我們用 較好的方程式 比如說我用Slow 他會接近圖2 用較好一點的方程式壓 會接近圖2 也就是說我壓制了這張圖 會接近圖1 會非常非常的接近 一開始那個圖1 是這樣子 他就是畫質會這樣子 那你使用比較差一點的方程式壓 譬如說是這個 Fast 他會遠離 有沒有從這一張圖 壓制出來會變這樣 模糊 會一格一格的這樣子 那再來是這個取樣差的部分 譬如說取樣率是到40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用比較好的 參數 Slow 有沒有 一樣模糊 這是跟你取樣 你取出來就比較差了嘛 你怎麼可能 你再用更好的壓制方程式 他還是差 他不會變好 這是跟這個取樣有關的 那這個quality 他是使用這個品質 的係數在取樣 他用另外一個參數吧 就是 也是一種取樣的方式 就是無損的方式 這樣子 但是他是有一個係數這樣子 那已經差了 那你在用比較好的方程式 那一樣啦 取出來還是差 還是一格一格這樣子 那 這邊這個就是不成人形了 更慘 完全看不出來了 就是我 譬如說我用到這個 Superfast 超級快這個 有沒有 就是你取樣已經很差了 你還用更差的方程式去壓 那就是 更慘是這樣子 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這個壓 就是說 這兩個功能的一個概念 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就是跟容量有關了 你這 你用比較好的參數來壓 你的容量會變大 這樣子 那我們 影音轉檔 最重要的就是在展容量啦 是這樣子 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在展容量 就是把容量斬小 但是他的畫質 畫質 要接近圖一 要感覺就是不要差那麼 差的太離譜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容量斬到 斬的 小之後 那個 不要差太多 還看起來OK 上合就可以了 是這樣子 好就是這裡 那 還有就是說你 那個影片只要 轉換過就會變差 你轉換越多次 畫質就越爛 的原因在這裡 是跟這個取樣的問題 然後還 壓制方程式了嘛 你壓制方程式 壓出來變這樣子 然後 回到這裡有沒有 然後又在下一次的取樣之後 多取樣幾次就變這樣子 產不忍睹 這樣子 的意思 那經過 就是我前面講的這一些 就應該能 大家應該能理解 就參考這個圖 這樣應該能理解 這兩個功能 這差 這作用是在哪裡 那 這個兩個是 連動關係 不可以一方好 也不可以一方壞 這樣子 就是兩邊要取個 上口 這樣子 好 那這一篇的解說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喜歡視頻